第五十四届金马奖将在25日登场 此次的最佳男主角奖项的五位入围者们 禀曲真仙就如往常一样激烈 让我们先来说说这次首度入围的金城武 曾被大家公认为亚洲最帅 世界最英俊脸庞的男人 这次透过电影百度人重新定义自己没有距离 连评审也直夸他在喜剧表演上充满时间性跟历史感 如此杰出的表现让他击退同片的梁朝伟脱颖而出 接下来一样是首度入围金马奖的还有这一位 来自俄温克族的演员图门 拥有深邃的五官演绎了许多古装的电视剧电影等作品 这次有没有机会为自己的演艺生涯整天新纪录呢 这次第二次进军 金马奖庄凯勋 曾荣获五十届金钟奖的迷你剧集电视电影男主角奖 这次要角逐的是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 在电影目击者中的表现 普朔迷离 疑神疑鬼的精湛演技 早就深深烙印在大家的心目中了 这一位是导演也是演员 曾导过不少国内外获奖的电影 这次田壮壮将以演员的身份首度入围 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 与张爱家老夫老妻一起感动观众一波 最后一位大家可就熟悉了 曾荣获第四十六届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的皇国 这次再度入围最佳男主角奖 可以幽默风趣 也可以感人废福 演技超实力派的他 早已是金马奖的常客 这次是否能再次获奖 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五位入围者究竟谁能胜出 此极而精彩 第五十四届金马奖为你揭晓 那没办法呀